这是年前在早市上吃个早饭 因为要带孩子到广东去旅游 出发前的先去补个牙 补完了牙就到附近的早市上转一转 吃点东西 苦辣汤 大饼 姜苹果子 油茶还有没 来一碗油茶 吃点吃 菜活子 吃点吃点 你们这个下天上就夹早点 谢谢 你这多少钱 4块钱 4块钱 现在给他把油茶弄好 好 多少钱 4块5 再麻花 好 年前那几天是零下七八度 特别冷所以吃个热乎了 哎呀 怎么要凑了 你看 你坐 你坐 哎呦 哎呦 人家弄太薄了 这 都飞出来了 好 拿个椅子做勺子 好 勺子冻冰了 好好好 这个勺子做 好好好 就说这一脚了 好 来 你咋卖呢 做工 来 来 来 好 好 哦 我坐点吃 这坐 这不够里晚了吧 啊 咕咕咕 咕咕 你来点糖 把手动得红了 我再来一点 还有香油呢 来个韭菜的吧 一碗胡辣汤 一碗油茶麻花 再来一个韭菜盒子 一共是12块钱 韭菜盒子让师傅从中间切开了 试着方便 一半呢拌胡辣汤 另外一半呢拌着油茶麻花 胡辣汤因为是最后一碗比较稠 让老板多放点油泡辣子 颜色挺漂亮的 闻着也挺香 这家胡辣汤里边的东西不少 味道比较淡 没有要水煎包 就把那现炸的韭菜盒子泡在里边挺美 油茶麻花 麻花是掰碎了 泡在油茶里边 感觉这个油茶呢稍微有点稀 天气冷抓紧时间吃 这麻花刚泡进去还是脆的 韭菜盒子的皮非常薄 外边炸的很酥 这个算是全场最佳 韭菜粉条馅的 带一点麻麻的味道 韭菜挺鲜的 这个早逝以前来过 吃过这个大姐做的杂粮煎饼 印象还不错 这油茶味道还可以 就是有点稀 感觉吃不饱 加一个杂粮煎饼应该刚好 那就赚紧时间把韭菜盒子泡在胡辣汤里边一吃 可是卖完了 我还说要个煎饼果子 可是卖完了 没有了啊 来的有点晚 好多摊都已经收汤了 而且因为天气冷 也有很多摊没有出汤 油茶稍微有点稀 对对 他们会到那个 我想加鸭粉 加不疼了 没事 味道好 打点自播然后都送你 就不成了 哈哈哈哈哈 重新的 应该好点就会冲 实在是 老师能给倒吧 哎呦好点这么多 应该好点 这点有点稀 实在是要稀哈 嗯 哦 你口什么啥 你弄我稀 对 给老板反映了一下 今天的油茶有点稀 老板的售后做的还不错 勒开又给家了一碗 也会喝 老板也知道 今天的油茶没做好 还觉得挺抱歉的 这碗油茶没有泡麻花 喝的热腾腾的 然后我把它喝完 这油茶这锅咋起的 这个盖着一点 人家这煤气 你看这 太贵了 这太贵了 又黑一点 这就是棉花包子 这里自己能保温 我就说要喝了烫醋 哎呀 你瞎点人瞎瞎 瞎瞎瞎 这这就热了 这家这 这能够好心一股 能够提供的 过来 吃过了早餐 在旁边再看看 这早市上饭的东西 你我干这个 最早吃啊 这吃完这 你姑娘都是那种的 吃不着 吃 能把这个啊 我希望拿那个 对 你吃那个 30到吃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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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几十块钱 我自己摸你 我还不怕吃 那没空子 没有人瞎便的 没有 这个没人瞎 你要知道他那他那 哎呦 你拿着两个挣大英文 我也好说 吃一个 8块我不够钱 多卖一件吗 一样多钱 这是吃蛋的锅 没8块 来7块 拿来 自己才行 把这东西吃辣子 卖8块钱 我这几块 还要是多的 要这一拿8块 还要是多的 卖5块 8块你卖 三千一下 26块5跟26 26不看 二叔那也不行 不行 我那咋离了 二叔二叔 你必须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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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块鱼 六块鱼 这鱼好吃 鲜鱼 啥好吃 二十六 刮面 要面对咱们 好 五块多了 十一 一块 五块 四 五块 要面对咱们 五块 一块 一块 四块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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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不敢咬牙崩坏了 哈哈哈哈 看可以但是不敢咬牙崩了 我今天早上才去补著牙 要不吃吧 嗯 在伯父上啊 他这样去补著 在看洗澡 在声彩 看洗澡 你要这么粪子 老板你回去吧 不要 一小时就有意思 看了半天大爷大妈买枣 我也尝了味道还不错 本来想买的 结果被大爷包圆了 这次没买上 下次再来买